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只有在戏剧里面才能看到的场景 却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湖南世子的身上 那么曾国藩到底有何能耐 何以能得如此殊荣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的隋力娟教授 教授你好 请坐 隋力娟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护院长 教授 先后出版了说辞习 晚心巨人传 曾国藩等四部学术专注 之前咱们说到曾国藩考试尽管一波三折 但总体来说挺顺的 那被钦点为汉林 但不过他这个汉林有点水分 只是一个数集式而已 从中国的科学考试的路途来看 他还真是称之不上一波三折 他可以说是相对于比较顺利了 当他被点为汉林的时候 不是我们真正意义的汉林 按照当时的规定 他必须进汉林院做宿集式两年 当宿集式算馆的时候 在成绩好的时候 他才可能真正的成为汉林 拿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说的话 他只能叫做见习汉林了 可以这么说 所以曾国藩的官图 似乎是从见习汉林来开始起步的 可是起步以后不得了 他的官路似乎就一直很顺 是这样的 你想汉林的时候还是从七品 但是由从七品 在短短的十年之间 他居然完成了一个 类似于神话一样的 这样的升迁的过程 在曾国藩自己的语言当中 他表达这一段 叫做十年七千 要知道最后曾国藩的品级 是正二品 那么十年七千从从七品开始到正二品 掰着手指头好好数一下 总共是连升十级 连升十级 因为在清朝的时候 是实行九品十八级 有正有从 那么这条快速升迁之路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个升迁之路 可以说真的是很快的 速迹是算过后 他经过一次汉林院的大考 这一次考试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他考为二等第一名 一等五名 二等第一名 就相当的考全汉林院的第六名 所以道光皇帝是起初望外 一下子就把他给点为从五品 其实您说的这个考试 那在清朝就是汉瞻考试 汉林院瞻世府合并在一起的考试 拿咱们现在说是文人机构的一次重大选拔 这是他一个重要的转机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可能很多人被点为汉林之后 特别是年轻得志的人 往往在这个时候比较放风出气 你想我青年得志 然后我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稍稍懈怠一下 我享受一下我的人生 可是曾国藩不是 他每每都把大考抗得很重 听说他在临考之前 他是惶恐不安 他唯恐自己考不好 你可知道考好了 可以说被皇帝亲眼见到了 那么皇帝傻识你 你升天的路是很快的 如果皇帝不认可你 那可真的就是黑汉林了 当然黑汉林的反面 那就是说如果你考过了 这个汉瞻考试的话 往往不是什么寻服 就是什么奇都之类的 从此以后你的仕途就顺了 那后面又是怎么样升天的呢 他居然有一次是一年四千 这连他自己他都没有想到 他曾经写信给家里人说 他说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一年四千 不是整个湖南都是没有的 一年四千变为内阁学士 内阁学士是从而进 如果内阁学士和行政职务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正耳品了 你想在清朝行政机构只有六个部 那就是立户礼宾行工六部 各个部当中只有两个部长 这两个不是为了需要两个上书 而是考得到民族的问题 所以上书当中一般都是满汉两人 侍郎的时候那就是四个 以及相当我们的副部长 副部长当中也是满汉各两人 所以曾国藩这个时候 如果一旦和各个部的侍郎挂在一起 他就会变成正耳品 可是不久他真的就和侍郎挂在一起了 那这样变成正耳品了 那就已经实现了十年七千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多大年龄啊 二十七岁考中近时 十年到这个时候三十七岁 他不仅仅做一个侍郎 如果做一个侍郎 我们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他最多的时候一个侍郎 罗外又兼四个 他一个人任五个侍郎 所以后来有人称他为侍郎专家 那么现在三十七岁 正二起了 曾国藩的侍郎可谓飞黄腾达 有人说了 那朝中有人考不官呢 您说曾国藩能有如此顺利的仕途 说全靠了就一个人 这个人呢叫穆章鹅 是这样吗 听不完的故事 说不完的历史 看不完的记录 学不完的文化 走进文化中国 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官员来说 他要是仕途走得顺 朝中有人好做官 应该是一个非常便捷的途律 从整个中国般的仕途顺风顺水上来看 确实穆章鹅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起的作用大 不是因为攀上了穆章鹅这门大树 而是在中国的封建的士博关系下 他们两个人之间结成了一种师生关系 这种师生关系呢 有点相像于我们今天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之间的关系 那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穆章鹅何须人也 穆章鹅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满洲的贵族 他是香蓝其人 他在朝为官呢 可以说顺风顺水 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把持着曝光时代的均基术 而且呢 由于他是大学士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常常出面去做有关于中央官员的选拔工作 比如说会式的主考官 电式的主考官 朝式的主考官 乃至于复籍式的散管 和你刚才说的酣占大考 他一般都是主考 中国班会式 他就是主考官 中国班电式 他还是包括酣占考试 他也是 对 这就是您刚才所谓的师生关系 那就是考生与主考官之间的这种师生关系 这是一种非常密切的一种社会关系 往往大家都知道 老师对于学生 他往往是无策的 而且他是非常看重这种师生关系的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种关系 慕章俄是比较器重于曾国藩的 但是我们会这样来问您问题 就是说 同样师生关系 那应该是很多的 但是为什么在众多的考生和学生当中 是慕章俄独独看重曾国藩呢 我想啊 这个和彼此之间那种互相认同应该是有关系的 曾国藩一生啊 诗文做的是很好的 特别是汉詹考试的时候 曾国藩的诗文可以做的是独拔头筹 这样引起了慕章俄的注意 可能就有了后来慕章俄履履提携他的这样一个言 说到慕章俄对曾国藩的提携一些言识啊 记得的非常详细 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清拜类超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有一次那道光 昔皇帝宣曾国藩上养心殿禁建 结果曾国藩找到了 去等候啊 照见 但是呢 等来等去 因为皇帝没来改徒之了 说你啊 第二天上午你再来见皇帝 他就白旗不得气敬 于是信问 慕章哥 慕章哥想来想去也不对啊 那养心殿呢 也不是见大臣的地方 于是赐他两银子 买通养心店太监 把养心店里面 那些字画的内容 全部都抄上来 送给木章和木章一段的就说 莫方你就好好的 把这些内容 记熟了 肯定没错 结果第二天上着养心店 道光果然就问他 养心店 昨天你看的那些字画内容如何 哎呦这下 曾国藩的最大主流 于是深得道光的赏识 从此以后听不听 心外类超当中这一段历史我见过 但是我常常对他质疑 比如说你们台长 让你到他的办公室去 去谈工作 如果他问出他后边的这个字符 是什么 让你背下来的话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我觉得他无非在曾国藩的人生路途当中 增加了一些调料而已 或许有 或许无有 所以我觉得没有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如果曾国藩真的就靠着背这些策划 然后受到了道光帝的赏识 随后平不清云 那我们也小瞧了曾国藩 你想曾国藩是正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 我想他之所以平不清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在于自己的能力 所以接着来我觉得我们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曾国藩此人的才学如何 他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你想在北京 汉林很多的 像他这样十年七千一定是凤毛林教 包括他自己都认为是湖南第一人 那他一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像你所说的义中不同 那么这种义中不同呢 纵观他的一生你会发现 他是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当中 对于知识分组的要求 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平下 第一位是修身 可以说他的修身是非常到位的 他是完全按照理学家的那样的一种修身方法来进行的 曾国藩为了在修身上找寻一条出路 特意在当时的理学大家常见窝人为师 在老师的指点下 他不仅采取了运作反思的方式来修炼自己 还通过每天写日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自己 从唐剑窝人身上 曾国藩也识到了许多为人之法和处事良方 修身为他日后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城当中特别是他生活的圈子里 大家对于曾国藩的这种心情是有口结尾的 大家都看到了他的努力 包括他的为人处事 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按着理学的要求去做的 所以口碑是极佳的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 曾国藩社和这两位老师 在诗学的过程当中 那是受益费钱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看到 他当时这两位老师可不得了 都是内阁大学士 而且都是身居要职 所以您说除了学问上 那么在试图上这两位老师是不是也对他有提携之举 提携之举一定的 因为老师对于学生那种关爱 有类似于父亲对于儿子的那种关爱 我记得在史料当中曾经这样记载过 道光帝为了能够探究现在的朝廷的状况 曾经在一个月里照见 唐剑施以普遇 在这个照见的过程当中 肯定是要谈国家大事的 但是谈到国家大事 每每涉及到问题的时候 是一定要向推荐人才的 那么曾国藩如此的修行 是很讨唐剑的赏识的 据我所知 当时曾国藩后来在长沙去编练团练的时候 他以在籍的侍郎的身份去做团练大臣 据说就是唐剑腿剑的 所以我想老师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曾国藩的这一番使徒当中 总有贵人骑邪 甚至不光是贵人了 他这个人人缘特别的好 据说是乐善好施 广交朋友 曾国藩一生当中 他交友很多 而且朋友多半都支持他 在他早期的生活和斗争当中 应该说是显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例子 他曾经在北京去交了一个朋友 叫做江中元 这个人在他后期的和太平全国作战的时候 成为直接帮助他和支持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干将 江中元也是湖南人 在道光17年来北京参加这个进士考试 但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之后 在北京就结识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见到江中元就给他一种感觉 这个人身上有着一种侠气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他 湖南有一个到北京来考试的这么一个局子 经过旅途劳累和考试的奔波 生命去学了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落叶归根的 他的尸骨怎么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人们只能够望而行叹 但是江中元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义军 他带着这个同乡的尸体 从北京一直辗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曾国你想 从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 户土是三千多里啊 你想要带着一个半果还好一点 那是带着一个尸体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所付出那种艰辛 是很难让人去想象的 江中元这样的一种狭气 一种义气 特别博得曾国藩的好感 曾国藩见到他之后 就给他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 来评价江公元 生平未见如此人 当利明天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曾国藩在自己这样一段的人生当中 没有看如此乌气狭气的之人 江中元属于他朋友当中 那种狭义的那一类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有特点的朋友 有他的朋友所从事的主攻方向的内容 是各有天修的 比如说有主攻考剧的 有主攻诗文的 可以说是方方面面 无所不在 在诗文方面 我觉得咱们可能要特别提到他一个特长 就是他的迎联做的特别好 而且他似乎 对此乐此故疲 特别喜欢做迎联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他为了能够做好这对联 给去世之人写碗联 都写完了 于是他就偷偷的给活人写生碗 因为这不能让人家知道 有一年新春 他的一个朋友叫汤鹏到他府上去看望他 发现他桌上有一些写的非常工整的书法桌子 于是呢 以为是他的新作想拿来看看 只有这个时候 曾国藩突然托上去死死摁住那些书法 不让他动 不行不行 我非得要看 拿出来一看 是当中竟然有他仓存自己的晚联 而且同时被写的还有十几位好朋友 于是康古大陆 如秀而去 后来呢 就有人把曾国藩呢 和江中元 撮合到一块去了 说啊 江中元包顺灵鹫 曾国藩包座晚联 好了 这一说法由此啊 就被散开了 这个传说呢 我觉得不太符合事实 至少我感觉 从曾国藩的 对于自己身心的要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看 似乎有些演绎的成分 他一直是以理学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要求 来要求自己的 给活人做晚联 那是大忌啊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啊 他做晚联一定是下了苦功夫的 而且他才能够包做晚联大家上食堂 对对对 不过咱们说了这么多啊 不论是他修身也好 是诗文也好 似乎现在我们要是把曾国藩要定位了的话 那就是一个素之苏呆的一个苏呆子 但实际上曾国藩 他不是这样一个人的 不是这样的 理学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 他不仅仅对于身心的要求 更在于治国平平下 曾国藩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他也完全是按照这样的一种要求来推动自己的 他不是一个学究式的人物 他是一直把自己的学问要求去现实于社会的 他跟唐健学习的时候 他的老师就告诉他 不仅仅要钻研重子全体当中的内容 更要以现实接轨 所以在老师的推动之下 他那种经事的思想应该说是很充分的 经事二字 谁让后面再加两个字 大家就更明确了 叫经事之用 这所谓经事之用 那就是把所学之理用于现实当中 那叫活学活用 这一点似乎是曾国藩最为推崇的了 曾国藩是真的要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投身于现实生活当中的 我记得咸丰刚刚继位的时候 这个年轻的小皇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一种局势的时候 他曾经对于朝廷的官员提出自己的一个设想 让他们遍体意见来处理国家大事 曾国藩就应事而起 在短短的时间里 他居然上了15分咒折 这应该是曾国藩经学之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 但据我所知 就这次上报咒折 差点让他掉了脑袋 哈尔滨新套大学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今天开始 画中师不再需要假眼睫毛 全力义斯佛陀全心浓郁内眼睫毛膏 破天荒超致刷头 令睫毛习习分长 展现超乎想象的超浓郁效果 全心浓郁内眼睫毛膏 美国大热卖睫毛膏登场 秘斯佛陀 快来加入吧 生活也能更多彩 一旦是幻星层面 多乐视家义俗补物 一个电话都分明的家 多乐视 保洁公司魅力呈现 常美尔一句法国调声敏感 带来乡村沐浴体验 新型体验价值值10块9 保洁公司 现代人正面对七大口腔威胁 过去的哑膏只能解决部分 全心佳结式全优奇效 临床和实验证明 对抗全部七大问题 佳结式全优奇效 一直渴望喝饱水的肌肤 护肤水家雅西兰黛 全心水提进心护面霜 云寒神奇的巴尔干抗旱植物清脆 心护干脆精酷 清脆焕发水润新命力 持久紧锁水分 四月痕迹当然不会停泉出现 配合水提起景黄 持久绽放水润年薪 雅西兰黛 随力宣教咒 和文化生活讲述人金波 正在为你讲述 晚清宗臣曾国藩 但据我所知 就这次上报奏折 差点让他掉了脑袋 皇帝是不可然大怒 你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给自己的天子 给自己的皇帝提意见 那是肯定冒着危险的 我们知道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 这个奏折是上去是明示的 大臣都会看到的 你想指出自己的不足 谁都受不了的 所以您倒说说 当时曾国藩最近怎样 给咸丰皇帝上书 上书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曾国藩在这十五份奏折当中 值得大书特书的 直逼当时社会利弊的 这样的奏折大约有五份 可以说五个奏折都是直指当时社会的一些主要问题的 特别是最后一份 这最后一份是成名胜德 欲防流弊 而就这份奏折它显现掉脑的 但是从题目上 似乎大家还没有看出来 这个奏折有什么攻击性 这恰恰就是曾国藩耍自己小聪明的地方 他先说皇帝有三大圣德 但是这三大圣德提出来之后 他就转折 每一个圣德后边都告诉 要在这圣德背后容易产生一种流弊 这种流弊就会带来祸患 你想表面上歌颂 后边提出来给新皇帝提出来 要预防流弊 谁愿意听啊 你不等于明白的告诉我 我年轻 我肯定会走错路嘛 对 所以当时贤峰皇帝这么一生气 那是不是就要处置曾国藩呢 在贤峰帝大怒的时候 就要采取一些城府措施的时候 有两个人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 一个是齐剑招 还有一个呢叫做记之仓 这两个人呢 在皇帝面前说了好话 所以贤峰帝才逐渐的消解了自己的怒气 也开始变得大动起来 那么在贵人相助之下 曾国藩呢 是安然无事 可是由这道奏折 我们看到他似乎差点丢了脑袋 似乎没得到什么 可是您说是不是他其实得到了一些别的呢 曾国藩这份奏折 可以说贤峰帝是没有太多的采纳和接受的 反倒惹得龙颜大怒 但是这样的一种直言 这样的一种京式思想 这样的一种耿介的一种风格 在朝野上下引来了好意 所以人们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正直的这样的一个大臣 特别是他的好友刘荣 曾经为此专门给他做了一首诗 这个诗的内容呢 就直接表达了他对于曾国藩的佩服 曾公当世一凤凰 武书直上唱朝阳 说曾国藩呢 不名则已 一名惊人 这后来的五分够书 可以说是博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咱们说了这么多 到现在其实曾国藩呢 依然还在京城内做官的 而且做的呢 是顺风顺事 一帆风顺 不过很快 他的金官生涯就要结束了 他的人生要发生巨大的转折 究竟他的未来如何 咱们下次再说 今天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 这曾国藩在北京 欲当官就是十来年 他朝中有人啊 这曾国藩该如何改善自己的经历生活呢 他一见经历生活 他就算了三十年 到最后 一时都没有能够见到一面 宗教不能两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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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